站在水墩橋上 大片黃泥水沖橋墩 見其恐怖水花 往左邊一看 水墩河道變成汪洋 漫入旁邊民宅 放眼望去 全是黃色泥水 這太冒險了 這太冒險了 啊 車過去啊 轎車行駛在路面 全變水面 輪胎積齊的水花 幾乎快見到車窗 一時分不清 是在大馬路 還是在河裡 交通大大節 民眾難以出門 苗里苑里 整個早上累積雨量 突破200毫米 8點多水墩無法排水 市區開始大淹水 還有人受困住家 大水淹入家中 消防隊上門救援 住家裡的伸長患者 無法自立 只能用棉被先包裹 一路用橡皮挺 挺出淹水區 扛上救護車 緊急送移 全台各地受到 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下起大暴雨 而苗里縣三億鄉 苑里鎮 被列為淹水一級警戒 災情不斷 不少民宅淹水 苗里成為一座水城 不少民眾拿起掃把掃水 被車輛勉強通過 現象還生 整個汪洋一片 民眾叫苦連天 我們之前就已經有反應過 只是沒有人過來 幫我們清理這個水 都在房子裡面 附近居民表示 十年來首次碰到 這樣的景象 豪雨治災 家園後續的復原 恐怕還要耗一段時間 藉中正先 李勤 范雅喬苗栗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